大家朋友好 歡迎來到《恐怖一粒鐘》的晚上 今晚是星期二的晚上 今晚我們有個新嘉賓 最喜歡有嘉賓 一個星期說幾晚 有嘉賓開心吧 不如先介紹嘉賓 我朋友Gloria 一次我們的開幕禮認識了大家 但其實我聽了你的名字很久了 因為我們中間的朋友經常說 很厲害的 生命密碼 又懂得催眠 又是導師 不如你自己介紹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 我叫Gloria 我本身是一個生命密碼的認證導師 我也是認識塔羅牌的 還是一個註冊的催眠治療師 而且我剛才聽你說 你也會幫人做占卜的 是啊 做了很多年了 對 以上所說的範疇裡 不多不少都牽涉到一些人生裡面的問題 人生裡面的問題難免牽涉到一些古怪的東西 有些時候會是 除了心結之外 當然不多不少牽涉到一些靈異的東西 所以今晚請你上來就有很多東西聽了 是啊 不如我們先訪問一下Gloria 好嗎 是 為什麼你學了很多東西 剛才我在咪前跟你說 都從事了心理密碼 外面治療 然後占卜 都有一段時間 都很長時間 那其實 為什麼會引起這個興趣 開始會學這些東西 跟你自己的磁場體質有什麼關係呢 小朋友的時候 我住的地方 就很容易遇到一些靈異的事件 慢慢都訓練到我對這一方面都很有興趣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一些巧合 好像巧合學一樣 不其然我就會遇到一些東西 我會朝著那個方向去學習 譬如好像生命密碼一樣 我在生命密碼裡面 我有四個元素 所以我很喜歡學習 到我一直長大之後 或者將人長大之後 那個期間開始 我已經很喜歡看不同的書 學不同的東西 那累積就到現在 但是宗教信仰有沒有偏向哪一方面 我沒有特別的宗教信仰 是一個無神論者 所以我任何東西都會去了解 有一個朋友說你的聲音好聽 做催眠治療的人通常都會很聽 因為催眠的時候很及到聲音去導響 所以一定是很聽的 其實你的聲音算不算好聽呢 我的聲音 也可以 肯定是温柔一點 大家都可以 很不習慣 你這把聲音 很不習慣 你這把聲音很不習慣 你這把聲音很壞 不要再說這種話 千變萬化那種 我這把聲音一定不是 我這把聲音只是說鬼故事 我這把聲音夠沉 你這把聲音不好聽 我這把聲音不好聽 我知道 我這把聲音不好聽 而且我經常都被人覺得自己沒有禮貌 因為我聽到自己的錄音 我心想這把聲音這麼沒禮貌 所以我經常習慣自己 自己在後面就會拉長尾巴 還有說謝謝 其實不是的 你的聲音是真實路線 即是你夠真實路線都可以的 是嗎 但很崛尼循 即是不熟悉的人 就覺得這個人很差 某些人說的聲音很作壯 很難受到的 這位朋友是女生來的 她正奇把聲音這樣養的 我覺得她做的東西這麼辛苦 就是那些 即是那些 即是雞仔聲 我覺得其實她本身是原本的聲音 但我從來沒聽過 這樣也看樣子 如果她有雞仔聲 其實樣子漂亮其實也是OK的 我不覺得 我不覺得 很久又差遠了 不如問問Golly 不如我們說了她自己的經歷 先問問她有沒有處理那些什麼個案 是會大家不知道的 或是有興趣的 不如我講一下Gordia 不介意說你住在哪裡嗎 我小時候住在黃大仙 黃大仙 黃大仙區的東南西北座 現在已經拆了 已經沒有了 即是她本身就叫東南西北座 真的叫東座、南座、西座、北座、中座 所以叫做東南西北座 其實我也知道是哪裡 應該就是在廟後面那一部分 即是廟後面那一部分 就是那些七、八層高 那些早期的… 東南西北座很高的 很高嗎 即是好像這裡那麼高 不如看看這個圖片 大家可能會有一個… 這張照片… 要打直 很深的 幫我們打直 會不會變成橫的呢 但不要緊的 原來我給你打直 你真是打直 真是開心 看到最闊的地方 就是我 一會兒講故事的地方 那你住在哪裡呢 我就是住正南座的 我住二樓的地方 這麼有趣 旁邊有座細的 你看到中間有個白色的部分 就是中間樓梯 一會兒是故事的 一個經常出現的場景 都令我很害怕 因為我小時候都是屋邨長大的 你這隻護形的洗手間 是不是在家裡的 在外面的 很困擾的 因為洗澡的時候 都很香嚴霞 那隻 我明白了 通常是回騎樓洗澡的 因為廁所在外面 很危險的 有些老爸老母看著 否則一定會糟糕 很危險 很危險 有什麼怪事發生過呢 其實從小到大 在這裡長大的地方 這裡本身的走廊都是很黑的 它會很陰心恐怖 頭尾已經是洗手間 濕濕濕濕的那種 加上 小朋友一定會等爸爸媽媽下班 我記得我小時候 將近到黃昏 我抱著公仔 你擔一張小椅子 就在鐵閘下面 坐一張小椅子 就安裝一下 媽媽回來 還沒呢 等到 媽媽在哪裡還沒回來 還沒回來 但是最害怕的就是 你會在等的時候 因為你的位置很低 你坐坐很低 我明白了 其實他很不在意 你在裝著 那時候有一塊布 沒錯 沒有冷氣 下面還有一塊木板 擋老鼠 然後上面有一塊布 我經常以為那塊木板 不知道擋什麼 原來擋老鼠 原來擋老鼠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就是在那個 納粔裡面 就經常會裝一下 他什麼時候回來 但是往往就是看到 一些靈異界的朋友 穿牆過壁 就是他會 進去陳思拉的房子 冷行 他進去哪個 即是第一間房子 即是他一路就會 進去別人的房子 我經常都很擔心 其實他就進去我的房子 但你永遠就是走廊才看到 走廊 走廊是見得最多的 因為我們的範圍也不會太大 小朋友管得很厲害 那時候幾歲 十五歲前 你當是由董事開始 我想問你見到走來走去的 因為其實挺恐怖 我以前也住在屋邨 你看到旁邊 有沒有人經過 冷行 變黑人也有 那些色情人也有 有 你見到那些靈體 你覺得他不是人 走到不離家 你怎知道是否真的 人家是老公上班 找個太太 他習慣 他有一些蒙蒙濃濃的 有時候 你說他是彩色還是黑白 有時候他有一點 很舊的顏色 但是他不會實色 再蒙一點 但是你通常都是見到他半身 他就會 因為他不是走得快 你不是好像看電影 一聲進去 其實他是慢走進去 他不會在一條走廊 你見到一個靈異的朋友 可能你是會 一個 兩個 然後再等多十分鐘 三個 通常我就開始撤退 我就會抱著公仔 退下退下 因為我又覺得 不要被他發現 我覺得不應該做太多 我就慢慢慢慢 退回梳化 塞縮一角 其實你回來沒有 那他有沒有嘗試聯繫你 你說如果是 游秀大經歷 當然是有一些故事 他想聯繫你 一會兒我會跟你分享 例如跳到另一個故事 那這個故事是關於怎樣 很迷你 已經是想跳過去 還是說回王大仙 王大仙 王大仙 這個是村長入壁 是其中一個 我記得 不如說回有一天 我們有一個叫姑媽的朋友 那一晚就來了我睡 幸好她來了 如果不是翌日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照常小朋友的上學 準備出門口 我還擔心姑媽很立落 快點吧 要出門口 所以我已經站在門口交界 小時候很懂事 因為我讀女 但你開始在走廊裡 你就看到 這麼早已經有人拜神 有個婆婆在燒 在哪個位置 白色的左手邊 中間 即是中間樓梯過的位置 即是大胸口 在走廊裡 這個走廊很特別之處 它是前後有玻璃的 即是有些光打進來 那你就看到 有個老人家在燒衣 這麼早有人燒衣 即是你心想 旁邊原來有人陪他 那我就由下面看著 因為他在下面燒衣 就看著他 看到有雙腳 但是你再看上去 你是發現了 沒有雙腳 只有雙腳 只有雙腳 然後我就捉著眼 即是以為還沒睡醒 不是吧 再捉著眼看清楚 然後又放下去燒衣 雙腳是沒有雙腳 那婆婆全身有 那婆婆全身有 旁邊的長腿叔叔做到 就是雙腳 那雙腳有沒有像男人 是女人腳 是女人腳 是像婆婆的衣服 姑媽看不看得到 姑媽就不讓她看 應該會很麻煩 那你怎麼看得到 我就看到這樣的情景的時候 姑媽 走得了沒有 快點上學 我們平時對著我們 寫著藍座那裡 就叫後樓梯 其實平時很少走後樓梯 因為治安更加 即是小人走的危險 那天迫於無奈 就是走後樓梯 她還說 為何不走中間樓梯 我說不要了 你怎麼走過去呢 很難挑戰 然後呢 就走後樓梯走 但你很慘 當你上學的時候 你說怎麼辦 如果是你 你怎麼辦 幾歲 你當七八歲 七八歲 然後放學回來 只有一個人的時候 真的很害怕 沒有 我覺得小時候都害怕 但又會隔晚回家 對 硬晚回家 即是你迫於無奈 就是硬晚回家 一定是沒有人幫忙 沒有的 等人 等人上樓一起上樓 很難等的 我小時候試過 怕鬼 等人上樓一起上樓 或者叫同學一起 你去家裡玩 熱鬧一點 不要那麼害怕 對 很少的 對 很少的 然後怎樣 然後故事就這樣 然後呢 在這棟大廈 藍座這裡 又是另一天 當你是放學的時候 你是會 怎麼說呢 這次就很奇怪 上次看到下半部分 這次我覺得 其實在我昨晚想起這個故事 被Icy的時候 我也覺得挺恐怖的 原來小時候真的不會害怕 當我又是開門想入屋的時候 都是一定有個習慣 看下左 看下右 有沒有賊 有沒有諸如此類 有沒有人跟著你 有沒有色狼 諸如此類 但是當你看到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個半身的人 在中間樓梯那裡 半身是上半身的 即是他只有上半身 長頭髮只有上半身 其實你說是不是白白的 不是純白色的衣服 不是那麼鬼故事 沒有那麼多白衣服 有一點花紋 但不清楚 但是他就上半身 幸好他是看著牆 他不是看著我 他只是看著我 我真的不知道給他什麼反應 然後呢 他一直看著 其實我就看著 他看什麼 但為什麼會一半的 你小朋友的時候 那個好奇就是 其實假裝鎮定在開門 你不會開得很快 還有那些那麼舊的鎖 你就會很惶恐 然後呢 他其實有一點想移動 但我已經九秒九 就已經閃回入屋 突然爆開門 已經很害怕 這些很多時候 就是在東南西北座裡面 不時會出現的古怪事情 如果這樣說 那個地方 不知道關不關黃大仙事 即是多些香火 又惹到不同的人在附近 應該不關 你覺得不關事嗎 那你是不是還有個保險朋友的鬼故事 會不會說這個 這是什麼 現在在圖中 圖片 這些是舊一點的 後面就是藍座 前面就是七層大廈 是洗字驅 為什麼又會關於洗字驅 我爸爸有個習慣 一個星期都會帶你去吃一兩次宵夜 在角落頭 即是剛才有一個人在中間的位置 有一個面檔 它是地下 那些應該是小飯檔 它叫做三不開 下雨不開 心情不要不開 即是他老人家不高興也不開 我爸爸經常說 我們去找三不開 看看你有沒有幸運 當我們有一次 真的一家人去吃宵夜的時候 吃到差不多尾聲 上面就是有個人跳樓 其實就在你後面 一個巨響 我就看到眼鏡飛了出來 應該是男士 那我眼尾 其實你就是媽媽那邊 你就是爸爸那邊 當我眼尾想轉過去看的時候 就看到眼鏡 看到少許頭殼 我不是很清楚 我媽媽已經推到頭 叫你快點吃完雲吞去走 還吃 就是給了錢 吃完那一段 我覺得那時候 是否父母算是很鎮定 其實他比你還要說 以前住屋邨 基本上是空中飛人這些 就習以為常 是 一年都幾宗 他就捧走了我 他就走了 有什麼怪事呢 怎麼為怪事 這宗只是恐怖事 對 這個是恐怖事 譬如有些 反而媽媽會比較奇怪 可能有人跳樓 另一個跳樓的故事 可能跳樓 下面有很多牆壯 有很多牛雜的感覺 我記得他趁我放學的時候 為什麼通地都是堵寫所有的東西 他說 對 人家堵寫牛雜 不要踩 有些洗街的東西 踩到他就可以了 那我就一直跳過 跳過 然後就回家 這些東西 還未撿得及 很多的 是嗎 恐怖的 或者他們有些 踢油 那些 亂 多到 治安不好 有時候 免得走去 近樓上的 大家是害怕的 有陰影 上學有陰影 經常覺得有人跳樓 以前很糟糕 這些要催眠治療處理 就是年輕的 年輕的 是嗎 我試一下 催眠 我自己不用眠 有保險朋友 保險朋友的鬼姑是怎樣 話說 因為我本身也是治療師 還有我有占卜的背景 我接觸了很多不同的朋友 有一個都挺經典的 而且他都挺詳盡 我試試分享給大家 話說 他們就是去了屯門 梁景邨裏面做 cold call 一隊 通常是一個舊人 帶著一個新人 以前他們很流行是 cold call 而他們也很有系統 他把整個梁景邨 每一戶 是姓什麼的 我有沒有敲過門 或者他不喜歡 就不要再敲他了 這個都親切的 他一系列的資料 其實是手 他不是新秃秃去做一個 cold call 他是有系統去做 話說 一個我朋友 兩個朋友 帶著一個新人 那個男士還要六尺高 我朋友是女士 就帶著他 如是者做相同的動作 就去做 cold call 去到有一戶裡 其實那時是黃昏的 那些還是冷行 他說充滿著煮菜的味道 大家可以懶想一下 很有煮菜的味道 終於有一個女士 就開了門給他 就是想要了解多些保險 他又OK 就很自願地開門給他進去 當他形容就是 入門後的時候 左手邊是一張圓桌 他們就是坐在那裡 而後面 譬如這間是屋 進去 這裡就是圓桌 這裡有一張梳化 右手邊向前 就梳化 有兩個小朋友在那裡玩 前面就有個電視機 他們進去開始就跟他聊聊天 那個女士 就是那個護主 女護主就告訴他 他們想了解 他先生是駕中港車的 他經常不回來 都是說說一些生活的小事 但他們開始發現 有一個不對勁的地方 當時是炎熱的 即是暑假期間 但他看到在暑假期間 風扇又不是向著他 又沒有開冷氣 應該是很熱的 當然是涼的 浸浸涼 冰凍 不知為何是 煤館是涼的 可能房間開了冷氣 沒有 因為省家 那麼多年前更加 他們開始覺得不對勁 而且他們有時候說 總是有個時間控制 你沒理由說了四五個小時 明明不是開飯時間 他們兩個說的期間 女士的對話 開始不對勁了 他就告訴她 我姐姐經常會來 幫忙照顧這對子女 我問她有個姐姐 但說著說著 我姐姐死了很久 究竟她有多少個姐姐呢 他們聽到有點尷尬 又不敢問得很深入 但大家就你眼望我眼 覺得 聽到好像不對勁的人說話 不對勁了 然後呢 她說 對呀 譬如她煲水 或是睡著了 她姐姐會把她弄一弄 直接就告訴她 喂 就火足了 快點關掉 我知道哪些了 我知道哪些了 就有些 冤婦感覺 即是那些 精神分裂的 有多個人 其實 做很多家務 很辛苦 平時很辛苦的 帶著兩個小孩 做得睡覺 睡著睡著 有時候煲水 忘記了 姐姐就是推我 叫醒我 姐姐是來探望我 姐姐是照顧我 然後說 你姐姐在哪 姐姐死了一壺合石 你姐死了一壺合石 那你姐姐怎麼照顧你呢 那些呢 那些呢 真的有些滴了汗 我女士的朋友 都嘗試去搞清楚 其實你有多少兄弟姐妹 是不是在那裡住的 有個姐夫的 她還說 姐夫也會來幫忙 不過據聞姐夫沒有離世 是她姐姐很肯定 過世了 所以整個過程 在這些兜兜轉轉 加上他們 講解他們自己工作的內容 到他們有一個位置 再看錶的時候 是尾班車了 這麼糟糕 很奇怪 都呆了 因為始終遠 你打工仔 沒有飛的士回家 那為什麼會黃昏進去 他們覺得 他們不是煮飯嗎 時間是出現了一些問題的 因為他們也習慣了 說完那堆東西 其實是多少時間 那可不可以怎樣 這個還沒有經典 都是有資料 因為他們要出提出的 他們要 有他們一般的資料 電話 等等 雞腳就離開 準備搭尾班車 其實落到樓下 已經是 怎麼進去這麼熱 怎麼進去這麼冷 很奇怪 還有 不要管了 先走了 兩個回去 就病了一個星期 其實十天都有 病到死了 中間也有照上班 照出提出 但是想約那個女士 吹了這麼久 問你是怎樣 兒子睡了 他說是同一個老公 因為是中港司機 然後呢 但是呢 他是 怎樣說 找不到 電話是找不到那個女主人的 電話是不會找到他 又怎麼辦呢 兩個都病一下病一下 想回去 但你記住他們習慣 就是拿著那疊子 去召喚 逐環店 都會定時頂後 想回去 那又去 拿著那個提出 找回這一戶 各個各找回他 但他去到 其實他最初 都覺得不對勁 因為他去到那個門口 覺得 不是當天他進去那個門口 那個 怎麼那麼舊的 這個樣子 這麼奇怪 但你記住 他們不斷對知 明明對面那個 照敲 那怎麼辦呢 照敲 沒有人 這間店是沒有人的 完全是沒有人的 而他們又覺得有些不服氣 覺得 去區長查 還沒到去區長 有區長問鄰居 問鄰居 因為他已經是熟悉那條村 很多村民 很多都是他客戶 那他不是問隔壁 隔壁那個 那個李太去哪 然後他說 沒有人住 對面很多個月沒有人住 搬走了很久 那上手是什麼人 知道嗎 他說上手搬走了 搬走了 不熟的 他都是新搬來 那一種 即是無端端有 其實根本他們沒有入過屋 他去了一個不知什麼空間 其實我覺得不是 會不會去了隔壁屋 自己記錯了 因為他再重頭洗一次房子 根本沒有入過屋 他真的在附近那些 迷了 兩個都蹲在那些空地上 不會不會是進了屋 他說怎樣 我們怎樣 他以為我其實坐在旁邊的那些空間 我懷疑是這樣 即是被人被鬼迷 坐在後樓梯那些 被鬼迷 兩個自己在聊天 然後他說 很奇怪 他們都有聊 和他們自己的朋友 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當然他會捉我 不是 他不是有那些資料嗎 其實他有沒有發出那些資料 其實有沒有一個人過身 他們還沒有去檢查 很難檢查 你很難檢查 你沒理由去檢查死亡症 很麻煩 如果給我會想正確 我會不會真的乖 如果是鬼故 接下來無端端兩句讓人沒事 半年之後收到電話 你又說幫我們買保險 這樣就害怕 如果你這樣說 有一個類似的故事 加不加沉 加加加 這樣就害怕 你說完這個 其實我又想起一個地產經紀 我先說這個很短 他說 有一個地產經紀 就當我是地產經紀 帶著你們兩個去看樓 打算按鐘 已經交吉了 我們就按鐘 按鐘之後 一開門 有個男人來 他說什麼事 不好意思 按錯了 因為期望已經交吉了 不應該有個男人來開門 還有一瞄到後面 真的住在那裡 他就覺得不好意思 打擾了 然後下去 他就覺得奇怪 可能我搞錯了 不好意思 我們擇日再看過其他盤 打給聯絡的同事 說 搞錯 你怎樣 有人在住 他說 不是 哪座哪層 他就自己一條一 送走了兩下 自己一條一上去 看回那個單位 他認得鐵閘的東西 都是剛才過來的 沒錯 之後 發覺門是染了 他一推開 裡面一個人都沒有 什麼傢俬都沒有 他就覺得奇怪 他說 不是吧 他就打給剛才那兩客人 一起上去 他們說 你們剛才是不是都跟我一起上去 當是這樣的 四樓 我們沒有走錯 他說 你看見有個男人開門 那兩夫妇都說 對呀 就有個男人開門 做什麼 沒事沒事 沒事 即是撞東西 是啊 我都試過一宗 但真的不是鬼 我之前說過 你知道有很多地方去 我經常都 吊亂了不同地方的樓層 即是辦公室 有那裏 有一次就去別人的家 有一條女兒的家 然後呢 開門 即是說 不要鎖門 過來 然後呢 一開門進去 怎麼裝修了 一天沒有來 整個屋裝修了 不痛了 你進去那裏屋嗎 那些戶型很小 那些戶型 我想三百多尺 然後那個男人呢 他穿著底褲 在床上 即是說出口 這樣 這樣嗎 真實 但你怎麼進去別人的家屋 我心想知道 那個人又沒有鎖門 他又穿著底褲 真實 然後我一推進去 哇 他又穿著底褲 你有沒有想到 你那一刻 你想什麼 我想知道 我一見到房子裝修了 我也不覺得我入錯屋 我的人是大惡到這樣 無端的一天裝修了 然後一進去看見他穿底褲 我立即進去 然後立即進去 趁他追出來之前 立即關門走 電梯都不踏 我走路屁 很害怕 那件事 但最後真的發覺 你自己去錯那單位 去錯 去錯了樓上那層 即是吊亂了一些地方 我什麼都試過 很多這些大猛東西 很瘋 我又試過拿著我朋友家裡的鎖匙 明明他在22樓 我不斷開21樓的門 我說為何開不了 我試過過關給八立通 排隊 不斷把八立通 他又不出聲 你怎麼沒反應的 身分證 他這樣對給你 他說是八立通 真的笑爆嘴 你會不會撞鬼 你經常在想事情 我都試過 拿出 credit card出來對 不專心 他在醫道 拿出 credit card出來對 我經常都是這樣的 我試過在醫道入八立通 試過 那八立通用下去 你那個差不多是怎樣 就是二度空間 怪地區 另外我記得是他的頭 也有說過這個故事 我覺得是挺經典的 話說他們始終會遇到不同的客人 有介紹 話說他們有個同事 就是同一個人 也有談過保險的內容 然後那個人就說 我先想想想 還是諸如此類 但態度上 就不太有禮貌 或者尊重 那個經紀也回到他一句 最好 通常是在生才買到 死在買不到 類似的說話 也回敬他一些說話 因為他習慣這個風格 但是正正那時候 就是星期四、星期五 總之過了星期六日 但是中間 其實那個人 有回過他的電話 就是覺得我考慮完 都是想買回答案 以為不中 怎知道中 星期一來了 他好像沒有太執著這個位置 做完 我講了他講的東西也中 然後呢 他想到星期一 就是約一個人 去談完首尾 或者怎樣做 就找回他 你的朋友 又OK 叫我星期一來 怎樣怎樣 但是最特別之處就是 他之前死了 多久以前 即是星期六日 因為他的家人 星期一回不到 OK啦 跟你說 叫你買人壽 等了那麼久都不買 說了那麼久 不要緊 到時候你有機會 那天就買 不是那麼差的 是市民一點的 類似 那天到就買 到時候買到就買 找那邊的同事幫你 那邊也有很多同事 對 同事都九十多歲 不見了 那些就幫你買 類似的 那怎麼辦 那個人也幫你買 然後他最害怕 就是通知他 不是啊 他已經心臟病發過身了 你不用過來 很害怕 其實那間公司的人 都認識這個公司 即是有些共通的朋友 已經在後面 已經有些搭嘴 但是很奇怪 他今早是有上班的 有人看到他上班 照樣在工作 但是不理人 他在上班 但是怎麼說 他家人打到來 就是他不會上班 跟他告訴他 不是請假 而是他有突發事 去世 這樣就嚇到他們 真是瘋了 所以就打給我那個朋友 你不用過來 其實他走了 心臟病發 其實是不是那些保險經紀 作用來激勵 很資深的 聽過這個鬼故之後 告訴大家 要夾別人開單 立刻夾 你夾錢 他死了你就拿不到錢 明白嗎 為什麼不是 我們試過 有同事 說買 說買 死拖 難拖 去旅行 回到來 人家死了 你說幫公司還是怎樣 幫公司欺負錢 是不是那些激勵 不是的 都是忠實 就是很忠實 不是鼓鼓滑滑的 不知道我們什麼時候 會不會有些猛鬼聽眾 就是 什麼 就是狂交錢 他肯定不停交錢 不是 他肯定不停付錢 然後說開通不到 他家人打來 可以幫我剪掉嗎 不是 他跟我聊天 說想聽的 他已經兩個月前不在 但是 他保持PayPal 又給你錢 真可憐 那沒有 有得他 人家可能想聽 不用剪 不要緊 不要緊 地府都聽到的 都聽到的 放心 拜山的時候 你不就拿一些 壞的USB去 對 好 休息一會 第二節 我們再聽一下Cordia 有哪幾個鬼故事分享 還有很多 預告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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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是被鬼搞 但是有一個是 我怕了 最後發現原來是親人 好啊 那是占卜裡面的故事 好啊 稍後說一下占卜 遇到的Case是怎樣 休息一會